大家好,我是Toronto Chinese Academy的黄老师 现在是多伦多时间2020年2月26号下午3点半 大家都知道昨天和前天 多伦多和美国的股市下跌了很多 今天我们请我们的学生夏德伟 谈一谈全球市场投资者对这次疫情的反应 以及本人的投资建议 夏德伟曾经在一家对冲基金任职市场废计员 下面呢,我首先想请夏德伟先生简单的谈一下 机构投资者对这次疫情的反应情况 好了,大家好 依我看,现在大部分的投资者对疫情有两种反应 一种是这疫情对全球市场的冲击不太大 其实这些投资者认为这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影响 很有可能是断断性的 所以这些投资者认为你应该买 风险比较高的证券 比如说股票、商品等等 那另一种反应就是 这疫情可能会可能带来比较负面的影响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欧洲、中国等央行都会实时宽散货币政策 所以这些投资者也认为你应该买风险比较高的证券股票商品 所以对,我觉得这个情况很奇怪 那么我想听一听夏德卫你的个人分析 还有在具体操作方面能不能给一些个人的建议 可以,那我对这两种看法却有不同的意见 我个人认为这些投资者忽略了一个席界问题 如果这一疫情加注 那这可能会扰乱传球供应链 所以对传球市场、传球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政府能不能快速解决这个问题持有怀疑的态度 因为宽散货币政策能解决诉求的问题 但是应该不会解决传球供应链的问题 所以我持有于这些投资者相反的投资建议 我觉得现在你应该买比较安全的政策 比如说国债,特别是美国国债 还有黄金期货等等 谢谢向德伟 谢谢 谢谢大家